看看新闻网 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的舱门是一个圆形的 它的直径有多大扎走 返回舱的舱门 它的直径应该在一米不到一点 这个打开是通过机械手段打开的 还是通过一个自动的指令的设定就可以把它打开 它现在机械打开 那这个打开的方式是像我们平时开门一样有钥匙呢 还是说像这个聂海胜在太空当中打开天宫的门一样 是一个扳手一样把它拧 我们现在看到它有扳手在拧 这样正在转 这个要顺时针地进行拧动我们的这个扳手才能够把我们 好 现在舱门已经打开了 好 还没有 我们看到这个马上 已经打开了 工作人员已经进入到了返回舱的内部 首先进入我们返回舱内部的是我们的穿红色衣服的搜救人员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搜救人员见到我们三位航天员说的第一句话都是 欢迎回家 欢迎回到地球 经历了太空15天的飞行对于航天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于所有的航天工作人员来说也是内心充满了激动与兴奋的心情 那么此时此刻相信搜救人员见到航天员之后也是内心非常的激动 现在我们看到穿白色衣服的一间医保人员也正在我们和航天员进行交流 那么首先一间医保人员要对三位航天员的身体进行一个简单的监测 对于航天员的身体状况做出一个报告 首先还是要对舱内的气体进行一个采样 那么孙教授对舱内气体采样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因为飞船是一个密闭的环境 经过一段飞行以后 到底会不会在运行过程中机器产生一些少量的有毒有害气体 这需要进行监测 所以在返回以后 首先要对舱内的气体进行一个采样分析 来监测它一些气体的各方面的指标变化 现在我们看到穿白色衣服的一间医保人员已经进入到了返回舱的内部 从舱门打开到我们航天员正式的出舱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孙教授 从飞船进入打开舱门的话 到出来一般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根据每次的飞行任务不一样 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 因为的话这牵扯到各个方面的因素 航天进去的话也要做一些工作 特别是一间医保人员进去以后 要对航天员做一个初步的体检 看待她的身体健康状况 同时也要协助她做一些适应重力的一个过程 一个初步的恢复 第三还要做一些协助她做一些出舱的准备工作 所以这个时间相对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